大家好,爱吃一带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生一情多指教有神慧善、安普贤等演员主演 故事讲述女主角潘之音在拥有所有记忆的情况下不断转世 在第18次的转世时遇到了命中注定的男子文瑞夏 在该剧当中,观众们能够看到女主主动出击的大量填丑内容 较为适合青年女性观众人群,收视率也一路飙升 是近期最热门的韩剧 安普贤在剧里饰演有心理创伤的富二代文瑞夏 原中漫画中的瑞夏是比较斯文、瘦弱的美男形象 她忘不了离世的子姿,常年因阴影而痛苦着 是会让人产生保护月的年夏文若男 安普贤是典型的肌肉男,但是在剧中她真的有点消瘦的感觉 虽然外形不适合漫画一样的花美男 但也有演出瑞夏敏感脆弱的性格,收获好评 其实最初安普贤被传要演出文瑞夏后 大部分看过原作的网友都保持着反对意见 据网友点出,不满精神疫情都只叫男主角选角的原因 并说文瑞夏是很常生病,不舒服就不吃饭 但安普贤很健康,生病的时候感觉会吃更多 原po最后强调不是讨厌安普贤,而是认为选角真的不适合 此文一出,很快就吸引了上百名网友回应 安普贤不只是健康形象,而是壮硕了 没错,演员很棒,但是角色很常昏倒 演员的形象太健康了 虽然一度IP不适合角色,却以精湛演技消弥复评 出彩演技受到了观众赞赏 用自己亲身实践说明,外形不能困住一个演员的戏路 而为了出演文瑞夏,安普贤私下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安普贤是拳击小将 选手出身,一直都是身材很好的韩星代表 在一部作品《军事检察官都伯曼》中 安普贤一饰演军事检察官,又练出更加精壮厚实的肌肉 男人味十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而安普贤演完《军事检察官都伯曼》后 选择建演了曼改剧,今生也请多指教 因此一开始宣布有安普贤演艺史 不少网友认为,安普贤与男主角的柔弱美形象不符合 而制作组表示,安普贤为了饰演文瑞夏这个角色 足足减重8公斤,尽最大努力接近漫画角色形象 非常积极的作者和观众们见面的准备 作为努力派而被熟知的安普贤为了打造自己的文瑞夏 倾注全力分析角色 他的演技变身和从未见过的全新魅力将会让观众们倍感期待 剧集开播后,也有不少网友称赞安普贤演技自然 有演出援助角色的感觉 令人相当期待,后续安普贤展现更多角色魅力 安普贤出生于1988年,今年33岁 身高187,十分高大威猛 在作为演员出道前,在2007年以模特身份出道 安普贤在高中时曾是业余拳击选手 曾代表釜山广玉市参加全国大赛 并一举夺得金牌 但是梦想只想成为一名运动员 所以十分苦恼要不要继续从事拳击 甚至考虑去当职业军人 后来他转学到模特专业并作为模特出道 考虑模特出身演员的活跃 便也自然而然的开始了演艺生涯 演员安普贤入学模特专业 仅几个月就登上了Soul Collection的舞台 实现了作为模特的华丽转变 当时的安普贤既没有经纪人 也没有上过补习班 以一个模特专业一年级新生的身份 就这样迅速的登上了T台 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这样的模特生活仅维持了五年 2014年通过电视剧黄金交叉踏入演艺圈 之后安普贤陆续见到了一些小角色 虽有亮眼表现 但戏份太少 实在不足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在《太阳的会议》中 饰演宋仲基特战队的一员 安普贤饰演人光男 太白部队所属 莫乌鲁中队成员 阿尔法组狙击手 穿军装超帅 制服控一定会爱 然而支持这些小角色的积淀 让安普贤红起来时 更显耀眼 208年在TVN 她的《私生活》中饰演男恩琪 一个为女主朴敏英 可以什么都做的角色 被众人所熟知 朴敏英精彩于主演的《她的私生活》 讲述美术馆策展人 程德美 在外是专业策展人 但私下是超级宅女迷妹 Ryan对外是美术馆馆长 但私底下是温柔的假宅男 过着两种生活的她 意外成为契约男女朋友 接着展开的罗曼史故事 安普贤饰演男人琪 奥运会银牌得主出身 程德美青梅竹马 前妻深爱德美 后期成为Cindy的男朋友 第一部让她大方异彩的作品 是Class 离太院 安普贤在剧里 饰演嚣张跋扈的富二代张甘元 一出场的气势 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艳舞蹈令人起鸡皮疙瘩 与此同时 她也完美诠释出了财阀二代 内心柔软 彷徨无助的一面 自此安普贤的致命度直线上升 戏约广告以及综艺通告 也分之踏来 以演员身份活动多年 终于安普贤在韩国影视圈 有了姓名 接到了男主角柔美的细胞小将 这部剧改编自李东建同名漫画 讲述透过柔美头脑中的细胞视角 展现出三十代平凡职场人的人生故事 安普贤饰演巨熊 Slow Studio 游戏开发者 在他的思维世界里 只有Yes or No 看起来对于任何事物都冷淡 且不关心 但实际上 适合会诚实表现自己内在想法的直率男人 第一眼见到柔美一见钟情 自此巨熊的细胞 开始产生了剧烈的变化 外面演绎出了男主巨熊 笨拙 却贴心的特质 让他人气更上一层楼 韩少喜 朴喜讯 安普贤转的《已无知名》 讲述一个加入组织 寻找杀害父亲凶手的尹志勇 以新名字潜入警方 成为卧底警察 揭开他父亲死亡背后的真相 与秘密的黑帮犯罪爱情故事 安普贤饰演全必到 人川地方警察厅毒品搜查队刑警 曾是前途光明的柔道国家代表 为了报仇而成为刑警 剧中他和韩少喜 还有一段全裸激情闯戏 不管是太平洋宽间 还是壮硕肌肉 观众大饱演服务 除了电视剧 安普贤也出演了不少电影 在电影《我的麻烦大佬》中 饰演了在社区和学校 被大众熟知的问题青年 李尚珍 以诈骗罪和杀人嫌疑人 被警察追捕 在尽头的回忆中 为了去看在名古屋的太规 女主人公柔美去了日本 后来得知了男主 已经出轨的消息 在这部电影中 安普贤饰演了一个 坏男友角色 另外在综艺《我独自生活》中 安普贤展现他独立17年 细心又整洁的生活样貌 不仅会下厨 还很会打理生活 且爱好众多 什么都会的他 因节目圈粉无数 被封国民理想心 除了演戏外 其实安普贤唱歌也不错 在出演认识的哥哥时 他曾说自己是Buzz 敏耕勋的忠实粉丝 去KTV必点Buzz的歌 主持人敏耕勋 在节目上立马邀请安普贤 一起唱Buzz的不懂男人 嗓子一开 原唱都不禁赞叹 确实不错 以安普贤的就业路数来看 说不定在未来 观众还能看到 他上音乐节目呢 不断学习 不断突破 让安普贤在不同的领域 都享有成就 自然也会结识到 众多不同兴趣爱好的朋友 在圈中 他也确实交到了不少朋友 其中不得不提的一位 便是金语斌了 金语斌是安普贤入伍前 唯一抢来送行的朋友 也在他默默无闻 实际有过帮助 帮忙介绍演出机会 而安普贤为金语斌抗癌成功 而高兴的落泪 两人的友谊 要追溯的上模特学校时期 两人是校友 在学校庆典时 安普贤向金语斌借衣服 两人因此而结识 并发展成为至亲好友 此外安普贤与朴旭 XO 吴世勋 张明归也都是好友 恋情方面 安普贤机会林飞闻 除了他曾在某综艺节目中 自曝暗恋 宋慧乔六个月以外 安普贤说 宋慧乔私底下超久魅力 拍摄太阳的会议期间 几乎所有的男人 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无奈宋众极强的先机 虽然暗恋无几而终 但相信他一定会遇到 专属自己的女神 从拳击手到模特 找到演员 安普贤从意外成模特 到主动选择做演员 磕磕碰碰中 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追求 并努力为之奋斗 期待未来给观众 打来更多的作品